大家好,我是文家阿杰 今天我要给你看我做的书 这个是我的书的分面 有十二生肖在上面 有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为什么有十二生肖 有一些很常问的问题 像为什么老鼠是第一名 为什么猫没有在十二生肖里面 为什么有十二生肖 还有那个排名是什么 为什么有十二生肖 很久以前传说 人很难算年 所以一王大帝就要动物来代表年 这样子会比较容易 所以他做一个比赛 然后他那个现在的十二个会代表他的年 为什么猫没有在十二生肖里面 很久以前的时候 猫和老鼠是最好的朋友 等他们听到有一个比赛的时候 他们就很开心 所以 但是猫也是一点担心 因为它是一个夜猫子 因为它很直睡 也很直醒 所以老鼠就讲 它会叫猫醒 等次比赛的天的时候 但是等次比赛天的时候 老鼠忘记叫猫醒来 所以等它那个比赛完的时候 猫才醒来 然后他就很生气 他因为他就很生气 老鼠 然后他就要抓老鼠 然后吃它 到现在他还是要这样子 为什么老鼠是第一名 你应该会觉得 为什么老鼠是第一名 它是很小的 它不能够 赢别个动物 所以他就说 传说 就是 等全部动物要到那个终点的时候 它到一个很大的河 老鼠就问 牛 我可以不可以 你可以不可以 带我过去那个河 因为老鼠不能够 过去那个河 它不能够游泳 所以 那个 牛 很善良 所以他就讲 可以 老鼠就走在他的耳朵 所以 老鼠就 等他们要到那个终点的时候 老鼠赶快跳 下来 然后赢那个比赛 它就是第一名 然后 牛就是第二名 那个排名是什么 第一是鼠 第二是牛 第三是虎 虎 就是 树 兔 兔 龙 蛇 马 羊 猴 鸡 狗 猪 我最喜欢的动物 是一个 龙 然后 我觉得 他们是这样子 身上的 我自己的动物 是一个 百兔 这个是我自己画的 哎呀 谁 这个就是我 我的名字 阿杰 谢谢 看我的 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点 点赞 关注我的 频道 谢谢 你看我的 视频 Thank you Bye Bye